说一个和奥运有关的诈骗案件 那么这次案件里面的受害者 大部分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奥运冠军 这起案件 相信啊 跟我同龄的朋友 或者比我大的朋友都不会陌生 那就是王提诈骗案 咱们先来介绍介绍这王提是谁 王提呢 1981年出生在辽宁省大连市 他的父亲呢 是做个体机电安装工程的 母亲呢 是银行职员 他的父母都没什么名气 但是他的前夫啊 就他的第一任丈夫 非常出名 曾经是大连石德足球队著名的足球运动员王胜 关于王胜这个人物 喜欢足球的朋友应该也不陌生啊 在当年大连石德队 那这是个响当当的球员 后来呢 也是闹出了种种风波吧 咱们也不提了 当年呢 大连石德队的运动员们有一个太太团 就凡是结婚的球员 太太们呢 也都成为了媒体啊 公众啊 关注的焦点 王提呢 作为王胜的夫人 总是穿的很时髦啊 就成为比较显眼的人物 2008年10月份的时候 中国体操运动员刑奥伟要结婚了 提起刑奥伟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 我对刑奥伟印象特别的深啊 因为他和李小鹏他们的都是同一个时代的 李小鹏啊杨威啊刑奥伟啊 我就感觉刑奥伟长得特别的帅啊 他那也是2000年悉尼奥运会体操男子团体的冠军 他这一结婚体育圈的很多朋友们也就得来参加婚礼啊 王胜呢 因为有事来不了 所以是他的夫人王提过来的 在这场婚礼上 王提就认识了一个人 萧钦 萧钦我们更不陌生了 08年北京奥运会男子体操团体冠军 还有安马冠军 人是双料冠军呢 08年奥运会之后 萧钦那是所有媒体关注的一个焦点呢 这次婚礼上王提就是跟萧钦在一个饭桌上吃饭 俩人一边吃一边聊 互相留了联系方式 很快啊 就发展成为了恋人的关系 除此之外呢 王提说呀 有一个朋友啊 是杨云的邻居 所以呢 他就认识了杨云 而杨云的丈夫 就是体操全能冠军杨威 那时候啊 王提跟王胜就已经离婚了 他呢 就掌握着王胜踢球所得的大部分的钱财 所以人家住的是高档小区 开的是劳斯莱斯宾利 这些豪车出手阔绰啊 在体育界呀 甭管说中国足球踢的好踢的坏 反正中国足球的球员拿的薪水是最高的运动项目之一 所以别看王提的前夫王胜不是什么奥运冠军 也没有过什么特别出名的战绩啊 但是他依然觉得嗨 他们这奥运冠军跟足球球员没法比呀 怎么穿衣服都这么土呢 所以他说呀 没对杨云留下什么好印象 后来呢 王提跟肖亲这不是成了男女朋友了吗 经常给肖亲买一些名牌的包啊 名牌的衣服啊 买高档车呀 买各种高档消费品呢 后来就总感觉这钱呢不够花的了 王提就开始想办法了 不行啊 我得想办法弄点钱来呀 于是呢 王提给自己伪造了一个身份 他说自己是某副省长的女儿 大家也不怀疑 这有可能啊 你看人家吃的喝的穿的用的啊 那都是顶呱呱呀 就靠着这个身份 很快就和杨云等体育圈内的人 打成了一片了 2008年年底 杨云杨威啊 就要结婚了 王提呢 也是受到了邀请要参加他们的婚礼 在婚礼的前期策划之中呢 王提呢 还真是帮了不少忙 此后啊 王提跟杨云可就成了好朋友了 并且啊 还送给了杨云一辆蓝色的宝马迷你轿车 以及不菲的结婚礼金 2009年年初 杨云跟王提呢 一块到一个体操队友的家里边做客去了 在这期间呢 杨云就对一个住宅小区有了兴趣 这小区呢 位于北京市朝阳北路和朝阳路之间叫天鹅湾小区 王提一看赶紧就说 啊 我正好在天鹅湾小区有一套小户型的房子 能便宜卖给你啊 杨云一听哎哟 这可是好事 赶紧就付给了王提60万的房款 拿到了房子的钥匙 但是王提呢 就一直拖着 没给杨云办理房子的过户手续 杨云呢 也没多想 这么好的关系 他还能骗我不成啊 人肯定是忙啊 等忙过这一阵再说呗 后来呢 王提就又跟杨云说 说在天鹅湾小区呀 还有一套房子 当时杨云呢 也信任王提 就想着回头双方父母 谁要是过来 哎 在同一个小区很方便 再买一套吧 就又通过网络银行 给王提转了90万3400块钱 随后 在2009年2月26号 3月4号和3月24号 杨云又先后给王提转了 购房款50万 11万3000 还有28万 这前前后后加起来 可就200多万了 此外啊 杨云呢 还听杨威提起过 说曾经给王提转过一笔钱 是干嘛呢 想着让王提帮忙 购买首城国际小区的一套房产 就这样 杨威和杨云夫妻俩 一共转给了王提 四百多万的购房款 可是那些房子成了空中楼阁了 一直没有到夫妻俩的手里 后来啊 这杨云呢 也着急了 就问他 王提就解释说啊 这些房子呀 都是内部价 在走正规手续的时候 总是得麻烦点嘛 再多等等吧 被骗的可不止杨威和杨云 咱们再来说一位 罗雪娟 大家一定更不陌生了 这是游泳界的传奇冠军呢 也是在2008年11月份的时候 在杨威和杨云的婚礼上 罗雪娟认识了王提 09年1月份的时候 王提呢 就跟罗雪娟说 说我可以找到价格优惠的房子 并且呢 我认识北京朝阳区住房建设委员会的主任 为了让罗雪娟相信自己的能力 王提带着罗雪娟看过一套天鹅湾小区二期的房子 看完房子之后 罗雪娟很满意 决定把这房子就买过来 通过银行就付给了王提79万的购房款 这算是先期款 09年2月份的时候 罗雪娟呢 又找到王提 说想换房 王提呢 就跟罗雪娟说 换什么换 再买一套不就完了吗 罗雪娟呢 就又付给王提80万的购房款 后来罗雪娟还找过王提 说想买小区里边的车位 王提大大方方的就说了 这么着 我帮你啊 以市场价五折的价位 给你买个车位 当时呢 这个小区的车位价格应该是14万块钱一个 王提就承诺7万块钱 就能给买 2009年3月17号 罗雪娟跟王提在北京王府井商场啊 购物的时候 帮着王提还刷卡消费了将近10万块钱 买了一块手表 王提就说了 这么着 你给我刷的手表钱呢 就算你购买车位的钱了 剩下的钱款呢 算你预付的房子税款 罗雪娟一听 这也没吃亏也行啊 很快 王提就又向罗雪娟抛出诱饵了 那 所以优惠价格帮你买三套守城国际小区的低价房 一共是174万 09年3月份 罗雪娟跟王提一块去香港的时候 王提啊 就跟罗雪娟说了 哎呦 你看我这卡里边现金不多了 你借我30万港币 我买一枚算借 罗雪娟呢 就给他买了 最后王提就提出来 这30万港币也算作罗雪娟的购房款 至此罗雪娟先后给了王提388万左右 09年8月份的时候 王提啊 又告诉罗雪娟 说自己手里呢 还有一处公园大道小区的房子 面积差不多400平米 价格只要400万 而这回 罗雪娟可不像之前那么痛痛快快的给王提转钱 而是和王提清算了一下他们之间的账目 并且提出来之前已经支付给王提各类款项388万 对于这些钱呢 王提呢 倒是人也不赖账啊 人都承认 最后啊 俩人就商量好了 这么着 雪娟呢 你不用再付任何费用了 我帮你办理购买公园大道小区房子的相关手续 2009年9月5号 罗雪娟从天鹅湾小区五号楼搬入了公园大道小区三号楼的一套房子居住 同时在罗雪娟的不断质问之下 王提从09年12月到10年7月份一共退给了罗雪娟99万 至此罗雪娟之前繁琐的购房事宜似乎是告一段落了 然而啊 2011年2月25号 有这么老两口来到了罗雪娟家 罗雪娟呢 当时也很纳闷啊 请问您二位是 这房子是我儿子的呀 罗雪娟听到之后都懵了 人这夫妻俩呀 还真是房主的父母 人就跟罗雪娟说 这房子呀 是一个王小姐租的 我们从来没有要把房子卖掉的意思啊 罗雪娟这才知道自己掉进了王提的陷阱了 并且决定到公安机关报案 这边啊 已经有人发现被骗了 那边呢 王提还在不停的骗人 除了杨威罗雪娟之外 还有很多的体育界名人 文化界名人 也都上了王提的当了 那么还有谁上当受骗呢 上期节目 咱们讲到了罗雪娟 后来发现自己被骗了 于是就向公安机关报案了 就在王提这边应付着杨云和罗雪娟 他们有关房子事宜的追问的时候 王提有门道能够买便宜房子的消息 就不静而走了 那时候啊 王提已经是萧钦的未婚妻了 所以呢 他就跟萧钦的那些队友很熟 在当时啊 像杨威啊 刑奥伟啊 他们都已经退役了 而萧钦那一波里面 最火的两个运动员 一个是萧钦 一个是邹凯 邹凯前一阵我还看了他参加了湖南卫视一个综艺节目呢 到现在都一直非常有热度 2010年的时候 邹凯的母亲朱世群到北京照顾邹凯 就有了在北京买房的打算 王提呢 反正想方设法的和朱世群认识之后 就跟朱世群介绍 阿姨 我妈妈是辽宁省副省长 认识不少政府官员 能买到便宜的房子 因为王提和萧钦是男女朋友的关系 萧钦又是邹凯国家队的队友 人还是奥运冠军 所以朱世群也就没有过多的怀疑王提 2010年4月份 王提带着朱世群看了一套位于北京市朝阳区朝阳公园东边泛海国际小区的房子 并且还说这房子是开发商留给朝阳区住建委有关人员的 因为房子的特殊性 王提就暗示朱世群 阿姨这房子性质比较特殊 所以呢 您千万不能对外胜张 办理房子的各项费用一共是250万左右 因为是成本价购买 所有的手续需要住建委内部操作 不能签订房屋买卖合同 只能签订采购协议 王提这么一说 朱世群也不懂那么多 也就相信了 在这之后 朱世群就交给了王提 一百五十七点一万元的购房款 因为别看他们都是奥运冠军 说实话 也没那么多钱 说夸夸我就全款买房吧 也是得指望贷款分期付款 2011年3月份 曾经找王提买房的人呢 就跟朱世群说了 哎 阿姨 王提卖给你的泛海国际小区的房子 是王提租的房 这时候啊 朱世群已经搬进了泛海国际小区 已经住上了 心里就开始打鼓了 他呢 就找到王提 王提啊 可有人跟我说了 说这房子不是咱们买的 是你租的 哎 阿姨 您怎么什么话都相信呢 千万别相信那些谣言 就在这时候 朱世群住的这房子的房主 人可就登门了 并且证实这套房子 是2010年4月6号租给王提的 朱世群立刻找到了王提质问 王提就求他 阿姨 我骗您了 您别报警 我会私底下把钱还给您的 朱世群呢 还真是心软了 没报警 在这儿呢 其实要岔开一嘴啊 说一句题外话 因为王提和萧钦 当时虽然没举办婚礼 但是呢 他们已经是公开的男女朋友关系了 同时还有一个孩子 后来啊 朱世群一时到被骗 让王提还钱或者给房子的时候 王提就说 阿姨 我跟萧钦的孩子得重病住院了 我打给您的房款 暂时先当医疗费了 朱世群这时候啊 还是对王提抱着一丝希望 他再次相信了王提 可是直到案发 王提也没把钱还给朱世群 像我们说过的杨威啊 罗雪娟呐 邹凯啊 他们损失都很惨重 都是上百万 当然也有损失金额比较小的 当时中国国家体操队 有一个特别火的选手啊 我记得当时还总是上微博热搜 小胖 冯哲 冯哲呢是受骗金额最少的受害者 因为他没让王提帮着买房 而是让王提帮着买低价车 也是10年左右的时候 冯哲呢就动了念头了 想买辆汽车 精挑细选之下 看中了大众的上库 说实话 我上学时候也特别喜欢这车啊 很酷 真是很酷 当时的市场价格呢 在二十大几万 此时中国体操队的一个教练 在跟冯哲闲聊的时候就告诉他 小亲女朋友王提有门路着呢 通过他买车呀 能便宜不少呢 冯哲呢 就四处跟人打听 哎哦 清哥他老婆在圈内还真办过不少事啊 比如说一辆汽车的市场价假如是三十万左右 如果车型比较畅销有可能得单独加个三五万才能提车 而王提曾经只用十五万就能拿到现车 几番考察之后 冯哲决定让王提帮着买车 后来王提呀 就跟冯哲说 哎呀 你想要上库 这不好拿 但是有办法帮你弄一辆宝马一系 价格只要十五万 喜欢汽车的朋友知道啊 现在国产之后的宝马一系啊 已经是他前驱平台的产物了 所以呢 裸车优惠完了 裸车价格也就在十四五万的样子 但是在过去宝马一系那是原装进口后驱轿车呀 并不便宜呀 两箱的没有三箱的啊 冯哲一拙嘛 哎 一系也挺帅啊 行 换 2010年12月25号 就从自己的工资存折里 给王提的公众账户啊 就打过去了十五万 2011年1月15号 又给他账户打过去了四万八的购车税款 据后来冯哲回忆 他第一次意识到自己被骗 是因为十九万八打给王提之后很长时间了 他却一直没见着车 有一天呢 冯哲呢 就问王提 嫂子 我那车呢 小胖 不要把这事告诉萧亲啊 这句话一说 当时冯哲脑袋都蒙了 我这找你不也是因为我萧亲哥吗 如今冯哲回头一思考自己的受骗经历 那才明白 包括他在内的被王提欺骗的所有受骗者上当的理由 只有一条就是贪便宜 王提曾经帮人购买过低价车的那个事儿 可能他实际上根本没有出路 而是自己倒贴前以正常价格买车获取别人的信任 让大家认为他有门路 为进一步的诈骗来铺路 冯哲呀 后来也说 在所有的受骗者之中 我涉及的金额可能是最少的 问题是我还想多说一句 我认为萧亲一定是这个圈子里最先明白这是个骗局的人 他应该完全有能力阻止事态的发展 如果那样的话 我会对他竖起大拇指 但是现在 后来王提诈骗案被曝光之后 网络上很多人就说说体育界是人傻钱多呀 冯哲还说呢 运动员呢 绝不是大家想象的那么四肢发达头脑简单 我们的钱也是血汗钱 来之不易 至于为什么最后上当受骗 我认为这是一个很高明的骗局 除了体育界的大批的奥运冠军 体育明星被骗之外 还有一些娱乐界的明星也被骗了 其中代表人物就是王立坤啊 现在被大家称为素颜女神 长得特别的漂亮啊 他当时呢 也是啊通过朋友认识了王提 王提就跟他说 有门路买到便宜房子 所以呢 王立坤啊 也相信了王提的话 转给了他191万的购房款 这191万可就打了水漂了 最终啊 大家报警之后 王提还是被依法逮捕了 随着深入调查 王提一共骗取了27人的购房款 共计人民币5500余万 港币228万 2013年11月20号 王提被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一审判处 无期徒刑 咱们最后啊 再来说说王提曾经的前男友肖青 这位曾经的奥运会体操冠军 当然了 经过调查 肖青和王提诈骗案 没有任何的关系 也没有受到牵连 但是王提毕竟是肖青的前女友 当时杨威他们之所以会受骗 也是因为中间有肖青的 大家才新任王提啊 所以呢 这次事件之后 对肖青带来了很多负面影响 打那以后 肖青几乎是消失在媒体面前了 相信这一次事件对于肖青来说呢 那也是一个警醒啊 从2013年事件被爆出之后 一直到2020年 才有媒体捕捉到了肖青的最新的动态 他呢 已经成为了八一体操队的教练 现在的事业呢 人也是顺风顺水 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啊 还是提醒一下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啊 类似的事情在我们的生活周边啊 也会出现 因为我们总能够听说 谁谁谁是能人 谁谁谁的朋友 那是了不起的人物谁谁谁有什么样的背景 人家有门路 如果这时候你想买房子的时候 有一个大伙公认的有门路的人跟你说 我能够给你买到便宜房子 你会不心动吗 如果你想买车的时候 你汽车圈有一个朋友说 能给你以特别低的折扣买辆车 你能不心动吗 恐怕很难吧 所以还是那句老生常谈的话啊 怎样才能不被骗 咱们呢 别贪心 别贪小便宜 购买任何商品 尤其是什么车呀房啊 这种大众商品的时候是吧 我们还是通过正规的销售渠道 别去相信有那么多的能人 别去相信有那么多的门路 为什么馅饼就会砸在咱头上呢 咱们今天呢 来说一桩2013年发生在河北的凶沙案 13年2月18号清晨 河北省高碑电视境内的112国道上 飞持着一辆警车 这辆警车的目的地呀 就是一个刚被人发现的案发现场 案发现场呢 就在112国道边上 死者是一名男性 经过初步勘验 死者生前受到了非常严重的暴力侵害 身体的右胸部啊 包括前腰腿 内血呀 把衣服都染透了 血特别多 胸部腹部有多处刀伤 根据初步判断 应该是胸腔腹腔 多脏器受到损伤 失血过多 休克而死 从伤害情况来看啊 这应该是一起暴力致死案件 可是啊 经过初步勘查之后 警方发现这个现场有问题 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特征是什么呢 死者呀 穿着一双白色袜子 各位想啊 浑身上下都是血 可是这双白色袜子特别的干净 还有两只鞋在旁边路沟的底部 这鞋呢 是分散的啊 应该是扔下去的 死者的白袜子上 没套着鞋 但是也没沾上现场的泥土 也就是说 这双鞋在死者生前 应该是一直穿脚上的 是有人在他死后 才把他脱掉的 那么 如果事实真是如此的话 这就应该是个抛尸 遗失现场 因为现场没有什么别的打斗痕迹 只有一个沿着沟坡的边缘 往下擦蹭的血迹 如果说当时打斗的时候 就是没穿鞋 就穿着白袜子 那你这袜子不会这么干净 如果是穿着鞋打斗的 那你会留下脚印啊 可是现场却没有死者留下的脚印 也就是说 应该是死了之后 被人从马路上就扔下去了 这要是个抛尸现场的话 这对于警方来说 可不算是个好消息啊 因为这是国道啊 车流量 人流量都很大 又是百游马路 唯一能留下地方的 也就是公路边上 那土质的地方 又没有脚印 也没有打斗的痕迹 这么说吧 除了死者本身之外 没有留下任何有价值的线索 这个现场 对警方的下一步侦查来说 几乎起不到作用 整个现场留下来的线索 几乎为零啊 什么身份证啊 证件啊 手机啊 都没有 也就是说 死者的身上一定被翻动过了 因为不可能说啊 已经到了一三年了 身上还不带个手机 不带个钱包的 那么犯罪嫌疑人杀害死者的目的是什么呢 是抢劫财物 还是制造一个抢劫的假象来隐瞒死者的身份呢 现在啊 所有侦破的重点还是得集中在死者本人身上 技术人员呢 就希望通过细致的勘察来还原案件真相 死者的血迹分布的比较集中 刀伤啊 也是比较集中的 这就应该是在一个比较局促的空间 被人控制住了之后 才实施的杀人 死者死在一个比较局促的空间里意味着什么呢 狭小空间被人控制住了 如果有搏斗 身体的其他部位应该会有伤的 或者说会有血液的分布 可是死者身上都没有 抛尸现场这公路边上地势很开阔 附近的也没房子 显然这和死者所死去的那个狭小空间相距很远 血迹很多 说明啊 他有一个转移的过程 那么警方就推断 很有可能案发第一现场是在一辆车上 车上空间就很局促啊 杀死人之后 顺带着就扔到了国道边上了 可是啊 这车都是运动的呀 也就是说 第一现场是一个移动的现场 所有的疑问和难题 这时候都集中到了一起了 死者到底是谁 这个尸体是怎么来的 得想办法查清死者的身份 才能推进案件的侦破 在没有线索的情况之下 侦察员要如何开始呢 首先呢 就是查找尸源 从死者的衣着来看 警方推断啊 这个尸体 他不是一个流浪者 应该是一个有职业 或者说是生活比较正常的普通人 身上的没有任何的贵重物品和财物 从这一点上来看 这个案件的性质 应该是抢劫杀人 对案件的侦察 往往一开始 最重要的就是定性 只要定性定对了 那么你这个方向就明确了 你就能少走很多的弯路 当时呢 就让派出所通知附近的村庄 马上查找符合年龄段的 有没有失踪人口 调查结果 很快就反馈上来了 方圆十几公里的失踪人员的信息 都收集上来之后 发现没有和死者特征相近的 像这种抛尸在国道边上的情况啊 很有可能啊 是流窜作案 也就是说 从一个地方杀了人了 然后赶到很远的另外一个地方 再进行抛尸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想找到死者的身份 这就像是大海捞针 刚才咱们说了 警方推断啊 很可能案发第一现场 就是在一辆车上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接下来啊 很重要的一个工作 就是排查沿路的监控视频录像 每个摄像头拍下来的 每一分钟 每一秒钟 都不能落下 寻找在现场出现的嫌疑车辆 最重要的依据是什么呢 是案发时间 法医对尸体进行检验之后 大致推断了死者的死亡时间 应该是在2月17号晚上11点以后 到2月18号凌晨2点之间 可因为这条路是繁忙的国道啊 主干路啊 车辆很多呀 警方经过24小时的排查之后 并没有什么收获 可就在案发第二天傍晚 临近的县市啊 却发来了一份奇怪的协查通报 河北省廊坊市 罢州市公安局 发过来一个通报 说发现了一辆可疑车辆 罢州市距离高碑电视啊 也不远 就是几十公里 是吧 这都是在我老家附近啊 我对这俩地都可熟了 那么这辆车会不会就是警方一直寻找的那辆车呢 高碑电警方到了这个车辆那之后 这么一看 哎呦 车里边啊 都是血 血迹啊 主要还是集中在车辆后座的座垫上 这就符合了之前警方的推断啊 第一现场是一个狭小的空间 这被害人呢 被人控制住之后又没有抵抗能力 应该是两个人或者两人以上控制之后 实施了这种抢劫杀人的行为 虽然说两地隔着几十公里 但是事情不会说那么巧合 说这边刚发生命案 另一个地方就有一辆带血的车 这命案跟这车还毫无关系 这种可能性太小了 现在刑侦技术这么发达啊 要想着判断这俩事是不是同一个事也简单 提取了车上残留的血迹样本 与死者的DNA进行比对 这边等着比对结果 另外一方面还是派出了一组人马 按照这辆车的牌照信息 对车主进行查找 这车主啊 是一个老人 但是通过平时的车的轨迹来看啊 不像是这个老人自己在驾驶的 而且这老人的年纪比死者的年纪要大得多 那么这辆车真的和本案有关吗 或者说车主真的和本案有关吗 就在此时DNA检测结果出来了 车上的血就是死者的血 车主他没有犯罪能力了呀 这车主他又不可能是死者呀 这里边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呢 所以啊 警方就要通过其他的信息关联查找 这时候反馈回来一个消息 说车主的儿子呀 比较符合驾驶车辆的这习惯 无论是日常的行驶轨迹啊 包括年龄都是比较符合的 那么有没有可能是车主的儿子 就是杀害死者的凶手呢 警方啊就针对这个情况 到了车主家附近进行秘密的调查 费尽周折找到车主之后 这时候发现又有一件事情出乎警方的意料 怎么呢 车主是一位老人 这车确实是儿子一直在开 但是经过DNA检测死者 就是车主的儿子 车主姓许 这个儿子呢 自然也姓许 这不废话吗 是吧 这徐某呢 四十岁 生前呢 是附近一个学校里边的教导主任 从秘密调查 到走访 再到后来提取DNA 进行DNA的比对 民警啊 跟死者的父母接触了好几次 可是这老两口 总是让警方觉得有那么一点不对劲 而且这种反常现象 在警方走访徐某妻子的时候 就已经出现了 当时警方第一次去找徐某妻子的时候 那时候妻子啊 还不知道徐某已经死了啊 就跟妻子说 呃 你丈夫去哪了 妻子就说呀 没在家 你外边找他去吧 别找我们 他的妻子当时是很不配合的 警方就感觉有点蹊跷 死者徐某是一位老师 按理说 生活工作都是很规律的 为什么会在深经半夜被人杀害 为什么又被遗弃在了离家几十公里的地方 这个案件真的是一起抢劫案吗 这一家人背后还藏着哪些秘密呢 上期节目啊 咱们说到了 警方通过一次一次的走访 一次一次的调查询问 就发现死者家人哪 都有点不对劲 这一回呢 警方啊 决定把死者的妻子请过来问话 希望这一次问询能够解决他们的疑问 本案到底是一起抢劫杀人案 还是因为家庭矛盾而引发的谋杀案 这一问呢 才知道原来死者和妻子在案发之前正闹离婚呢 据这死者徐某的妻子说呀 徐某当时在家的时间很少 所以失踪之后啊 家人也没有及时报警 可是当侦察员问到 徐某为什么会大半夜不回家的时候 妻子的言语就开始含含乎乎的 最后没办法了 这才说出了实话 原来啊 这徐某白天啊 是在学校里边当老师 但是呢 当老师收入不高 为了生活 晚上啊 还出去跑跑黑出租 这也就能解释徐某 为什么会出现在几十公里之外了 同时其他的人呢 也能够证实 当天晚上 确实有人看见徐某在外边趴活呢 至此 警方才彻底推翻了 徐某家人因为矛盾 谋杀徐某的可能性 可是啊 就因为这一系列的疑问 因为家人啊 想着隐瞒徐某开黑出租这个事实 让民警的侦破走了一段不小的弯路 不过你要说是弯路啊 也不能说纯粹是弯路 就在这个过程之中 警方得知了 徐某是黑车司机 又有了他的车牌照 很快一条有价值的线索出现了 根据案发之后 被害人徐某当时的行驶轨迹 获得了一个卡口的监控录像的视频照片 这是在案发当晚距离抛尸现场两公里的地方拍下来的一张徐某的车经过这的照片 就是这张照片就让警方发现问题了 别说再通过技术分析了 只通过肉眼就能够清清楚楚的看见当时驾驶座上坐的是一个穿蓝色衣服的人 而死者徐某穿的是一件深色的上衣 这个开车的司机和这徐某 他明显不是一个衣服呀 那么开车这人是不是嫌疑人呢 在犯罪嫌疑人 一气汽车的附近的一个网吧 警方呢又找到了一段难得的监控录像 当天晚上从车里边啊下来俩人 这俩人下车之后呢就进了这个网吧 卡口照片上只能看见一个穿蓝衣服的 而这段视频监控显示 这里边除了徐某之外啊 还有两个人呢 这符合警方之前对案件的分析 被害人徐某三十多岁 身体啊比较强壮 你要真说是一个人对付他困难很大 那么这段监控反应的内容 正一点一点的印证着警方之前的推测 警方很快又找到这家网吧 从网吧里面的监控录像里 又发现了这个穿蓝色衣服的嫌疑人 而网吧的服务员也反映 说这俩人呢行为很反常 俩人到了网吧之后呢 主要是想找一个包间就开一个单间 警方通过监控就发现嫌疑人的口音呢 是河北保定的口音 因为呢当时的包间啊都已经满了 所以他们俩就在这个网吧最偏僻的一个角落 开了一台电脑 从这种种行为来分析 这俩人是想找个比较私密的地方 警方随后就对这两个人曾经坐过的位置进行了搜查 发现上网的电脑 那个机箱旁边 一个完全不会被人注意的角落里 有一把代谢的匕首 这把匕首呢 被迅速送到了技术检验部门 技术人员呢 首先对匕首的形状进行甄别 根据这匕首的形状在与死者的伤口进行比对 经过对比 这把刀和死者徐某身上的伤口是符合的 但是仅仅这样啊 你不足以证明这把匕首就是杀害徐某的凶器 接下来的检验之中 技术人员呢 还提取了匕首上的痕迹物证 进行了DNA检测 最终这匕首上的血迹的DNA和徐某的DNA是相互吻合的 这就能证明这把匕首是杀害徐某的作案凶器了 也能够证明这两个人就是杀害徐某的犯罪嫌疑人了 这两个人在网吧里边啊逗留了差不多六个小时吧 俩人呢 先看了一会儿电影 然后也困了累了就开始睡觉 两个犯罪嫌疑人 这个举动啊 有点反常 为什么说反常呢 俩人刚杀了人 这个地方距离案发现场几十公里 你说近吗 他不近 但你说远吗 他也不是特别远 他们俩有车呀 为什么不接着开车继续逃跑呢 你在这儿多停留一分钟 你被发现的几率就会更大呀 所以民警又分析 他们当时抛弃车辆是不是迫于无奈 是不是还有其他的突发状况 导致他们不敢开车继续往前走了 警方随后对仪器的车辆进行了勘查 这一查可就解答了侦察员的疑问 俩人为什么选择仪器车辆呢 因为这车呀 他快没油了 那刚抢劫完的犯罪嫌疑人 为什么不加油之后接着跑呢 因为当时死者徐某身上根本没带多少钱 据家属反映 徐某出车呀 一般身上也就带个几十块钱的零钱 买东西的时候呢 买的也都是相对比较便宜的 所以从这个方面来分析 应该是犯罪嫌疑人身上也没钱 徐某身上也没钱 他没钱加油啊 又是深经半夜的 这个时间在当地 已经不可能再找到其他的交通工具了 那么唯一可以落脚的 又不用花很多钱的地方 那就是在网吧里 到了网吧 他们的目的基本上有这么两种可能性 第一个是处理一些物品 比如说这作案凶器 对吧 第二种目的 那就是等待时机 等待更合适的时间 然后逃离现场 警方就推断了 只要天一亮 当地的长途汽车一旦开始运营 俩人一定会坐车逃离 那么他们会在什么地方坐车呢 离不远呢 就是霸州市唐二里汽车站 那么他们从这儿潜逃的几率会比较大 因为唐二里汽车站的交通比较便利 也是附近唯一的一个交通枢纽 可是顺着这监控视频这么一查呀 让这民警都有点犯糊涂了 怎么呢 这俩人没坐车离开 从这网吧出来 又换了一个网吧 去了第二个网吧 警方看着他们呢 好像啊 是在这个网吧里等着什么 警方呢 有这么几个推测 第一是在等同伙 第二是在等另外的作案目标 第三是在等时间 他们抢劫了 他抢有脏物啊 那么接下来是不是消脏呢 警方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判断 别看他们从受害者身上没抢着钱 但是能确定的是 当时死者徐某身上有一部白色的苹果手机 他们在当地迟迟不肯离开 肯定就是为了卖掉这部手机换钱 因为附近呢 有一个二手手机集散地 周边有很多二手手机的销售点 当时警方就挨家挨户的排查 当排查到第十四五家的时候 发现了特殊的情况 警方一亮明身份 这老板马上就说了 警察同志 你们也别说了 我知道什么事 有一个卖手机的 我看着呀 他就可疑 我都跟你们说了吧 前几天呢 有一男的在我这卖了一手机 当时啊 我就觉得不对劲 因为他不知道手机密码 从穿着打扮 看着不像是用这么贵的手机的人 而且呢 他又急着出手 当时那个人呢 就说他昨天晚上喝多了 然后密码想不起来了 可看他当时的样子不像是喝多的 后来呢 我就自己想办法测试了一下 我就问他 你说吧 你手机是不是美版的呀 没想到啊 对方说了 对 我这手机是美版的 实际上 这部手机根本不是美版的 一眼就能看出来 所以我就知道 这部手机啊 不是他的 当时呢 我就想让他出示证据 像什么买卖发票啊 或者什么其他的 但是他说他没带 然后我就说 这样吧 你啊 把你那个住址名字 给我写下来 写完之后 再给我摁个手印 弄完了 我就问他 你看你这手机值多少钱呢 他问我值多少钱 我说我给你出五百吧 其实啊 这部手机正常卖二手的话 得好几千了 那俩人走了之后呢 我就一直放心不下 这不 你们还是过来了 随后 这店老板 就把手机 还有那个嫌疑人写的字句 一起交给了警方 经过核实 这纸条上写下的姓名啊 住址啊 都是假的 可万幸的是 老板让嫌疑人 留下了一枚指纹 在技术人员的努力之下 这枚指纹被提取了下来 并且在指纹库进行了检索 得亏啊 这俩人曾经都有过前科 在指纹库里都留过指纹 所以这一比对 很轻易就找到了 那么这两个同伙 一个姓田 一个姓张 很快 田某和张某就被警方成功抓捕 经过审讯 两个人就交代了 他们是以打车的名义 上了徐某的车 在车行驶到偏僻的地方之后 抢劫并且杀害了徐某 至此 这起案件完美告破 咱们今天呢 说的这案子叫神秘礼物 到底是什么神秘礼物呢 从头来说 2009年12月7号 晚上10点钟的时候 山西省文喜县 有一个加油站的老板 他呢 叫李威 就在那儿啊 盯着自个儿的手机 颠来倒去的看 看了得有将近半个钟头 看什么呢呀 不是跟咱们现在似的刷抖音 刷快手 不是 他呢 是盯着一条短信在那儿看 发短信的这号码啊 他也不认识 内容呢 写的很离奇啊 上面写的是 本组织送给你一个礼物 东西就在距离县城 多少公里之外的 哪个建筑工地 你必须去取 否则后悔终生 各位 如果说您收到这么一个短信 第一感觉是什么呀 那指定是骗子呀 对吧 或者是不是发错了呀 但是李威呀 他这心里边不踏实 李威呢 这可是个地地道道的有钱人 经营着好几家加油站 生意可红火了 所以呀 社会上各种各样的朋友也多 不过这个号码 他真不认识 也不记得说有谁要送他礼物啊 哎呦 这是不是哪个兄弟哪个朋友 在这逗我玩呢呀 他呢 就拨回了那个电话 想着问问到底怎么回事 可是打过去之后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电话一关机 李威这人哪 好奇心特别的重啊 自个儿琢磨了半天 还组织送给我一神秘礼物 什么组织啊 加油站协会也没这么个协会呀 还有这神秘礼物 是什么礼物啊 不过短信里边提的那地址啊 很准确啊 很精确 到底在哪什么位置啊 这一看就是真地址 李威就决定 我呀明天一大早去看看去 甭管怎么回事 我得弄个明白 果然第二天一大早上 他就去了 到了那个地方啊 还真找到了一个东西 是一个黑色的塑料袋 塑料袋呢 不大 但是里边明显是装着东西呢 这袋子口啊 也系上了 李威呢 也没敢当时就打开啊 隔着这袋子 稍微摸了那么几下 突然就感觉 哎呦这什么呀 反应过来之后 那脸色呀 刷的一下子 惨白惨白的 因为这东西摸起来 软软乎乎的 跟一团肉似的 说谁送我的牛羊肉 那不可能这么大老远的 让我自己来拿来呀 会不会是 李威就感觉呀 当时这心哪 蹦蹦蹦直跳 要是戴个这智能手表啊 估计心跳得能飙到220 反正这李威吓得 不敢打开这塑料袋了 赶紧就报了警了 没过多久 文喜县公安局的民警 还有法医就都到现场了 把这塑料袋 慢慢的就给打开了 一看这袋子里边 民警啊 浑身都机灵起来了 原来这袋子里边 装着的是一只血淋淋的手 法医一看 这是一只左手 是一只男人的左手 是从手腕那 齐刷刷的被砍断的 那切断面啊 是非常齐整的 警方判断 能够做到这一点的 要么是医生 要么是屠夫 这手太准了 干净利落脆呀 再看李威吧 腿早软了 咱们也想不到 收到的神秘礼物 竟然是这么个礼物啊 那么送礼物的到底是谁啊 什么组织啊 为什么要送给他一只手呢 这手又是谁的 这文喜县呢 算是个小县 县城就那么十几万人口 之前的社会治安一直挺好 这种案子在当地还是头一回发生的 警方就琢磨着 是不是李威得罪什么人了呀 让人报复了呀 就问他 你想想 最近得罪谁了呀 跟谁结仇结怨了呀 李威一听 脑袋摇的跟波浪鼓似的 没有啊 我呀 虽然在我们这挺出名的 是吧 估计你们也知道我 我这身件也不少 但我做的都是本分买卖 我没得罪过什么人呢 并且警官你看啊 这短信里边说是组织送给我的礼物 组织是什么组织啊 公安局民警就琢磨着 既然说是组织 会不会是黑社会组织呢 李先生 你有没有跟什么黑社会组织打过交道呢 没有啊 我没跟那种人接触过 就在民警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 李威的手机啊 又想了 哎 又是一条短信 打开一看 写着这么一行字 一个人头一百五十万 一条人腿九十八万 一只人手三十五万 你自己看着办吧 嘿 明码标价啊 这是啊 这是发过来了一架木表啊 干嘛呀 打折促销啊 这时候李威跟警方才明白对方的用意是什么 这摆明了就是敲诈勒索呀 李威收到的礼物是一只人手 那么就得按加木表上给人家付三十五万 哎 这种敲诈案说实话 警方啊 也感觉挺稀奇的 没见过这样的 一般情况之下敲诈勒索 对吧 要不绑票啊 他不是这么操作的 哎 可哪想到啊 没过多久 又有一起报案 跟李威这遭遇啊 基本上是一模一样 依然是在十二月七号晚上 文喜县 有一座水产生意的老板 叫赵华 他呢 也收到了同样内容的短信 赵华呀 没有李威胆大 他没有去找礼物去 直接报了警了 警方呢 按照短信里提示的内容 在县城郊区的一个桥洞子底下 又发现了一个黑色塑料袋 打开吧 又是一只手 之前不是左手吗 这回啊 是右手 一夜之间呢 县城里边 两位鼎鼎大名的富豪啊 都收到了这所谓的神秘组织送来的神秘礼物 显然这是同一伙人干的 现在摆在警方面前的有两条线索 第一 那个发短信的电话号码 如果能查出来是谁发的短信 就能顺藤摸瓜 把他们一网打尽 第二条线索 就是那两只手啊 找到断手的主人 或许 也能够突破案件 不过很显然 这犯罪嫌疑人没那么笨 查这手机号码吧 是假身份证办的 你根本查不出来机主 这条线索就断了 那再查这断手的主人是谁吧 会不会是这俩老板的什么亲人哪 朋友啊 那这俩老板就四处扫定呗 反正家人没事 那别的亲戚朋友 有没有事啊 问了一圈 都没事 所以这个可能性 也被否决掉了 警方查来查去 始终弄不明白怎么回事 而这时候法医 对断手的检查 也有了一个确切的结果 这两只人手是同一个人的 并且从断手的切面上来看 这不是活着的时候砍下来的 是人死亡之后肢解下来的 看到这鉴定结果 刑警们这心里边都倒吸一口凉气啊 这可不是简单的敲诈勒索案了 这出现死人了 这得按照命案侦破 真相到底如何 咱们接着刚才的节目来说 警方首先排查附近村庄 有没有失踪人口 所有的这些新的坟头 有没有被人倒挖的情况 医院的太平间 有没有死者遗体被偷走 就在警方排查这段时间之内 这俩老板又接连收到了嫌疑人的恐吓短信和电话 尤其李威 他在11天时间里边 收到了83个陌生来电和23条短信 电话啊 打过来之后 李威呢 一般都会接听 但你接听之后吧 没人说话 就在那发出一种很恐怖的笑声 叮铃铃铃铃铃铃接过来 喂你好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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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再看这短信的内容吧 也越来越可怕 有一条短信这么写的 在此声明没有恶意 送礼只是让你知道本组织的决心及实力 合作对你没有坏处 不合作可能会连累你的所有 本组织也想和气生财 警方看见这短信啊 是又好气又好笑啊 但是从这短信内容上 从他打电话的这个频率上来看 这嫌疑人有点沉不住气了 这嫌疑人只要开始着急了 对于警方办案来说这是好事 为什么呀 他越着急 越可能露出破绽 这警方啊 就做这李老板跟赵老板的工作 李老板 李威胆子呢 稍微大点 警方啊 跟他沟通了一番之后啊 李威就同意 配合警方跟嫌疑人周旋 骗取更多的对方的信息 于是李威呢 就给对方发了一条短信 说我已经准备好了25万 你啊 给我一个账号啊 或者告诉我怎么把钱给你们 果然对方啊 上了当了 几分钟之后 李威的手机上就收到了对方的短信 给了四张银行卡的卡号 一看对方给了卡号了 警方高兴极了 有了卡号就能查开卡人的信息 甭管这人是不是嫌疑人 最起码有所关联吧 顺藤摸瓜肯定有收获呀 经过调查 四张银行卡的开卡人是同一个人 本地男子叫杨莫娃 已经58岁了 警方啊 立刻开始调查杨莫娃 可这一查 又发现不对了 为什么呢 据大伙说呀 这杨莫娃特别老实 特别本分 平时就是打打零工维持生计 甚至有点窝囊了 窝囊到什么程度呢 他媳妇啊 都跟他过不下去了 早些年就跟人跑了 这杨莫娃呢 自个儿孤家寡人一个 老家的房子也没钱修 也住不了人了 现在呀 自己租房过日子呢 也就是说 杨莫娃 现在的生活是极其的凄惨悲凉 这种人呢 确实是有犯罪的可能 那么杨莫娃是不是嫌疑人呢 他现在在哪呢 警方一查 发现杨莫娃失踪半个多月了 这一下子 这调查工作 可又到了瓶颈了 原本以为最重要的突破口 杨莫娃突然消失不见了 线索就断了 这可怎么办 这时候啊 李威也害怕了 自从发去了 要给对方付25万的那短信之后 嫌疑人就一直催他打款 这嫌疑人呢 迟迟收不着钱呢 后来发了这么一条短信 明天就是最后的期限 再不给钱 你就等着后悔一辈子吧 看到这短信内容 李威啊 浑身发冷啊 嫌疑人 这已经不耐烦了 下了最后通牒了 要再不给钱 真可能出大事啊 这可怎么办 警方思来想去 决定啊 还是查这杨末娃 调取杨末娃的手机号码 查他的社会关系 甭管杨末娃是不是嫌疑人 既然四张银行卡都是他的 那么他跟这起案子脱不了干系 经过排查 有一个人浮出水面 谁啊 杨洪斌 这杨洪斌 37岁 在文喜县城外十几公里的一个小镇上 开了一家小旅馆 根据调查 最近这半个月呀 杨洪斌跟杨末娃经常打电话联系 另外还有一个巧合 像李老板和赵老板发送短信的那手机啊 经过信号源技术追踪 落到了杨洪斌的那个小旅馆的方位之内 也就是说 短信都是从这个小旅馆里边发出来的 难道说杨末娃就躲在杨洪斌的小旅馆里面呢 或者说还有别的可能 警方立刻出发 赶到杨洪斌的小旅馆抓人 可到了现场啊 没见着杨末娃 只是找到了杨洪斌 杨洪斌一看警察来了 哎 说了一句话 也很奇怪 我知道 我的命活不长了 警察还没问他什么呢 他来这么一句 什么意思啊 嘿 警察一听 心里边有数了 这案子呀 这就算破了 原来啊 一直被警方认定为嫌疑人的杨末娃已经死了 怎么死的 就是杨洪斌杀的他 杨洪斌是这整起案件的幕后黑手 至于那两只人手是谁的 估计您各位也猜出来了 没错 杨末娃的 杨洪斌说他跟杨末娃是打麻将的时候认识的 由于这些年来杨洪斌这日子呀过得也不顺杨末娃这日子呢过得也挺苦 俩人同病相连了 很快就成了好哥们好朋友好兄弟经常一块喝喝酒发泄发泄互相聊聊天 俩人都一样啊没钱没老婆没孩子一无所有 有一回喝醉酒之后俩人就聊起来了咱得想法挣点钱呢杨洪斌呢嘿一肚子的坏水啊他说呀咱干脆绑架个小孩去吧杨末娃老是人的一听干坏事直摇头不行不行不行从小到大都是别人欺负他他可不敢做这些事可杨洪斌能说呀能言善辩的没什么事了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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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没多久还真把杨末娃说的心思活络了于是俩人就开始分工合作开始准备绑架前的各种工作啊杨洪斌呢主要是做指挥杨末娃呢就出体力干活呗不过一个月之后杨洪斌发现自己看走眼了这老伙伴啊是真不行太笨了杨末娃性格 软弱人呢也不机灵不聪明杨洪斌让他干什么事都干不好杨末娃那四张银行卡呀也是为了绑架这才去办的去您各位想吧这么一人他能聪明哪去呀对吧想着绑票用自己的身份证去办卡去了现在杨洪斌意识到选错人了他感觉杨末娃不仅帮不了他还可能会把他给暴露出来 现在自己所有的犯罪计划都告诉杨末娃了一定得把他除掉了 这么着老实巴交的杨末娃就让自己这好兄弟好伙伴好朋友给害死了随后杨洪斌呢改变计划了来个有技术含量的敲诈勒索吧 这就有了咱们之前说的那两条勒索短信这杨洪斌呢原来杀过骆驼对于知姐呀他是有经验的所以把杨末娃的双手就都搁下来就作为神秘礼物送给了这两个知名的大老板李威和赵老板这案子终于是水落石出了 俩人一个是想干坏事但是把自个命给搭进去的老实人一个呢是自以为聪明但是也并不高明的杀人犯最终啊天网灰灰疏而不露这杨洪斌呢也应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 咱们今天来说一件发生在黑龙江的抛尸案 2015年10月10号这天傍晚的黑龙江省宁安市牡丹村的村民老赵他呢就来到了牡丹江边上干什么呢他养羊有两只小羊羔找不着了他呢想来这江边看看能不能找到 走到这岸边的时候啊这羊羔是没找着但是发现了一个包裹 一看包的就特别严实特别规整从上到下用三根绳子这么捆着捆的呢也特别的结实 这老赵啊一看这包裹的形状说实话就有点害怕了为什么呀 有点像个人的形状立刻可就报了警了警方到了现场把这个塑料编织袋一扒开发现这里边呢是棉被 这棉被在扒开露出了一个人的脑袋果然是一具尸体 那死者是谁呀他的尸体怎么出现在这的呢赶紧看看死者身上有没有能证明身份的物品吧 没找到而且尸体啊还被精心处理过因为包裹的很严实啊尸体外边套棉被棉被外边套编着袋 编着袋又勒了好几道绳子这就是典型的杀人抛尸案 通过尸检发现死者身上有多处钝器伤 并且呢这伤啊主要是集中在头部 按照惯例民警对死者的衣物也进行了检查 可没想到这一检查有了重大的线索 不是没找到什么手机身份证之类的物品吗 但是这衣服上啊绣着名字呢写着白云起 这死者穿的这衣服上面有名字 那么这死者会不会就是白云起本人呢 除了这衣服之外啊 在衣服口袋里还有17张纸片 这纸片上都写着电话号码呢 为了最终确定死者身份 民警挨个的拨打这些电话 其中有一个接电话的人姓刘 这刘某就说啊 我呢就牡丹江人 我早年呢在柯运站跑长途 认识一个叫白云起的 他呢常年呢在那替我们司机揽客 经过调查这白云起是黑龙江省 姬西人 并且他有亲戚啊 是在牡丹江市生活的 警方呢就联系了白云起的哥哥 让白云起哥哥来辨认尸体 看这是不是白云起啊 他哥哥一看说没错 这就是我弟弟白云起 白云起的哥哥呢 也跟民警详细介绍了白云起的个人情况 这白云起啊 原来在机西的一个煤矿上 打工当工人 后来呢下岗了 就到了牡丹江 平时就在劳务市场啊 在柯运站一带啊 给别人打打零工 他打零工 跟一般人打零工还不一样 如果说找着能管吃管住的地方 哎那就能吃两顿饱饭啊 舒舒服服的住上那么一两天 要找不到这样的工作呢 要么就在火车站里边猫着 后车大厅啊 往那一睡 或者呢有钱了 就找附近的小旅馆住上这么一宿 这白云起文化程度不高 不仅如此 他还不愿意卖苦力 不愿意从事体力劳动 所以他有自己的一套生活方式 白云起啊 在这客运站周围 帮这司机揽客 但是不收司机的钱 要什么呢 只要给口饭吃就行 平时只要有口饱饭吃 白云起是绝不干其他活的 只有在实在没办法的时候 会去打上一天功或者半天功的 白云起也是居无定所呀 得哪睡哪 生活上来说 那这是穷困潦倒 这么一个人 谁会对他下手呢 在尸检的时候啊 法医就注意到了 白云起身上有多处钝气伤 而且凶器还不止一种呢 也就是说 两人或者两人以上 作案的可能性比较大 民警也考虑过啊 说这白云起 会不会是因为什么琐事 跟人发生矛盾了 吵起来了 最后演变成打斗 导致被害呢 但经过尸检 推翻了这种可能 为什么呀 这白云起的尸体上啊 没有任何的抵抗伤 咱们说句大白话 也就是说白云起 是在没有任何 还手之力的情况下 被人打死了 通常是先把你打昏迷了啊 或者是由于什么原因 被控制住了 反正他是在动弹不了的时候 被打死的 那什么人对他下这么狠的手 遇害之后 还把他的尸体包裹的 严严实实的 抛到江里边 这证明嫌疑人准备很充分啊 就是一心想让白云起死啊 那有没有可能 是他在打零工的时候 是跟工友也好啊 或者跟雇主 跟老板也好啊 发生什么矛盾了呀 为了找出这线索 顺着这方向 警方啊 就对他生前活动过的场所 接触过的人 进行了一次彻底的排查 整个牡丹江市公安局都出动了 每天出动200人以上的警力 在周围进行排查 甚至宁安的刑警 每天也得拉出去 二三十人到牡丹江 协助牡丹江公安 一块进行排查 还真是只要功夫身体 杵膨成真呢 警方啊 在走访的时候 得到了一条线索 说白云起 在遇害前不久 曾经在牡丹江的一个私人养路厂 工作过三个月 这家养路厂呢 老板姓李 这路厂啊 其实就在自家院子里 路呢 数量也不多 也没有形成规模化的养殖 再加上 最近两年呢 路产品的价格呢 也持续下降 这李老板的生意 只能说是勉强维持的吧 勉强糊口 养路厂因为他不挣钱呢 所以呢 就存在拖呛工资的情况 有一个员工 在接受民警问询的时候 还说了呢 哎呀 我呀 在他那干两年了 到现在 一分钱也没兑现呢 随后通过对这李老板进行调查 发现这李老板名下呢 有一辆小面包车 这个线索就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死者白云起不是宁安人 常年在牡丹江活动 警方调查的时候也没发现白云起跟宁安有什么交集 所以呀 很大的可能性啊 这案发第一现场不是在宁安 而是把他杀害之后运到宁安进行抛尸的 那要想这么大老远的运过来 你得用车呀 民警呢 仔细勘查过抛尸现场周围的环境 也没发现车辆行驶或者人为踩踏的痕迹 也就是说 发现尸体的地方应该不是抛尸的地点 那么白云起的尸体又是从哪流过来的呢 发现尸体的地方啊 那是河流的一个拐弯的地方啊 如果是顺着水流走 应该还能继续往下流 但是呢 这是个弯道 水流到这啊 变得特别的慢 它流到这之后 可能用东西挂着了 或者搁着了 就搁浅在这个地方了 这牡丹江太出名了 全长七百多公里呢 发现这具尸体的地方 是宁安市兰岗镇 这个地方呢 正好处于牡丹江的中游 如果说尸体是随着江水啊 顺流而下的 那么往上流去追溯的话 有三百多公里的范围啊 不过呀 民警在走访的时候 发现有这么一个点 什么点呢 在这抛尸地点 往上游不远的地方 有一个电站 那电站有排污栏啊 就特别大个的物体 是过不去的 所以尸体就不可能 是在这电站的上游 顺流而下的 更关键的是 这个电站大坝啊 距离发现尸体的岸边 只有五公里的距离 也就是说抛尸地点 一定是在这五公里范围之内 那么这就涉及到当地的六个村庄 还有一个高架桥 咱们首先来说高架桥 这桥呢 虽然说是位于宁安市境内 但是距离牡丹江 也就是二十多分钟的车程 如果说凶手是开车抛尸 那是完全有可能的 毕竟没有那么特别的远 有村民就反映啊 9月29号的时候 其实呢 就已经发现了 这个疑似尸体的包裹物 但在水面 在岸边那么扔着 也没人管 谁知道什么 也可能就什么大包的垃圾呗 警方通过这个情况 就开始往前推 立刻对这路厂老板的车辆 展开调查 对他的养路场 也进行了一个秘密的侦查 这时候啊 警方又有了新的发现 在之前的尸检过程之中呢 民警在包裹尸体的那棉被里啊 发现了很多松树枝啊 做树叶呀 还有锯末呀 这些东西啊 而这些东西呢 应该都是来自于案发第一现场 要不他不可能到那棉被里边去啊 而养路场呢 会用作树叶子来当作路的饲料 那么这白云起的被害 真的和这路场老板有关联吗 上期节目咱们说到了 这包裹白云起的被子里边 有什么作树叶子呀 松树枝啊 而这作树叶子正是养路场喂路的饲料之一 于是民警又第一时间对这李老板进行了询问 李老板呢 就承认 说白云起啊 确实在我这路场打过工 但要说我故意拖欠他的工资 说实话我也冤枉啊 我把白云起雇到家里的时候 我俩呢就谈好了 每天呢 五十块钱的工资 我呢包吃包住 这工资啊 到了月底 统一结算 他是五月份来到路场干活的 但是 我给您看看他的出勤记录 直到这八月份 他从我这路场离开 一共才工作了不到三十天呢 并且呢 每回干个三天两天的 就说家里有事 跟我借钱 每回都是借一二百块钱就走了 一走走个四五天 就又回来了 干几天活 又借点钱 又走了 据这李老板说呀 白云起不仅是干活 特别的散漫 懒惰 而且还总是以预知工资的名义啊 跟自己借钱 这李老板心里他也不痛快呀 我这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呀 再说了 现在这养路场也不景气 我哪来那么多钱呢 但再一考虑 现在啊 要想着找这工钱要的低的工人 也难找 大伙呢 一张嘴要的都高 于是每回 他也就都答应白云起的要求 直到有这么一天 白云起借了钱之后 再也没回来 最后啊 白云起跟老板预知的这钱 比正常要开的工资还要多 这就说明李老板不欠他的钱 李老板也说了 白云起走了之后 我可再没见过他 好在亏的钱数也不算多 所以呢 我就认倒霉呗 我也没想过再找他要去 那么 这事实 真的是李老板说的这样吗 在接下来的调查之中 民警可发现李老板 不对劲的地方了 到底怎么回事 咱们呢 一会再说 这白云起的尸体啊 是在宁安境内发现的 通常来说啊 要么 他是在抛尸附近周边的地方遇害的 要么呢 就是在牡丹江或者其他地方遇害 再经过车辆运输过来的 警方调查了李老板的面包车 确认在最近一段时间 李老板的车没到过宁安境内 如果白云起是李老板杀害的话 他抛尸啊 不可能到宁安 为什么呢 因为宁安是牡丹江的上游 要抛尸 他得顺着往下抛啊 凶手在作案之后 能把尸体包裹的这么严实 说明有充分时间 作案 有充分时间准备 这种条件之下 他不可能选择在宁安 再让尸体重新的飘回到牡丹江 所以白云起 有可能就是在宁安本地遇害的 虽然白云起之前没到过宁安 但是在遇害之前 他还真有可能去 咱之前说了白云起经常打点灵工啊 这宁安呢 也是驰名全国的一个大迷产区啊 当时正好赶上秋收的时候 说农户家里边雇佣工人干活 这是常有的事 每年到这个时候呢 都会有大批的工人 那么这白云起究竟是为什么要到宁安 真的是去打灵工吗 通过调查呀 警方得到了重要线索 这就咱刚才说的李老板不对劲的地方 李老板呢 在白云起失踪之前 曾经坐火车到过宁安 通过查询购票记录 还有更奇怪的地方呢 李老板当天到了宁安之后 就待了半个小时 又乘坐下一趟列车返回了牡丹江 咱们正常来说啊 说坐火车来了肯定是有事吧 什么事半个来小时就能干完呢 你半个小时能解决的事 你打电话不完了吗 他为什么要坐火车来呢 见了什么人呢 面对民警询问 李老板呢 还正给出了一个回答 但是这个回答让警方出人意料 他说呀 嗨 就因为孩子没坐过火车 就坐火车呢 到宁安来一趟 这不让孩子过过瘾呗 当天呢 我们是一家三口 还有我爸妈啊 我们五个人坐火车到的宁安 到了之后呢 别人也没出站 我就到了战墙广场 抽了两根烟 我又回来 跟家人呢 又回到了牡丹江 警方啊 对这个理由呢 就有所怀疑啊 为了孩子没坐过火车 到宁安来一趟 这个解释怎么听 都感觉有点牵强 肯定还是有别的目的的 为什么他无缘无故的到宁安来 更可疑的是 他来的这个时间段 还符合白云起被害之前的这个时间 由于这李老板 是一个人出站的 所以他的家人也说不清楚 李老板那半个钟头究竟去干什么了 那有没有可能 李老板把白云起骗到宁安 或者是雇凶杀人 把白云起给杀了 如果真是如此的话 那么对白云起直接实施杀害的凶手啊 就凶手本人应该就是宁安本地人 案件发生之后 警方呢 对抛尸现场附近的村镇也进行了大范围的走访 并且把电站下游五公里以内的村子都列为了排查重点 可走访一圈没人见过白云起 也没人能提供什么有价值线索 这案子呀就陷入僵局了 民警啊在查找李老板更多证据的同时也在寻找新的线索 还有一个关键的点是什么呀 范围已经基本上锁定在了电站下游啊 包括这个尸体抛尸地上游中间这五公里的范围之内 要是能够找到精确的抛尸地点 是不是就离真相更进一步呢 民警呢就找渔民了解情况 渔民呢说了这么一事 说由于上游啊有一大坝 所以这一段的水流呢 它这个走向比较特殊 正常这江水往下游走啊 大部分水呢是往东岸走的 但白云起的尸体是在西岸被发现的 如果说嫌疑人是在东岸抛的尸 那么尸体不可能冲到这来 所以在这江东岸的几个村子 就能够被排除这嫌疑了 借助这个特点 警方呢就把牡丹江西岸的三个村子 列为了排查重点 只有三个村子啊 除了这三个村子 剩下的都是大山了 之前民警啊 在这棉被里不是发现了 作树叶子松树枝这些东西吗 而生活在靠近山林的农户家里边 也都有这些东西 当时民警也给了一个凶手的大致刻画 年龄应该是30岁以上 这回把范围呢更加的放大了 18岁到60岁之间的男性 所有人的DNA全部进行采集 在此前呢 民警已经在包裹尸体的棉被上 发现了一个可疑男性的DNA 在上千份样本之中 民警发现有一个村的村民张某 他的DNA和棉被上可疑男性的DNA 高度吻合 张某呢31岁 甭管是张某还是他的妻子父母 都说没见过白云起不认识 这就更让警方怀疑了 同时张某的大舅子也在他们家呢 警方当时就判定 这几个人呢都可能有作案嫌疑 因为DNA比对上了 你再抵赖那也没用啊 最终经过审讯 张某还是承认了他们的犯罪行为 在他们的指引之下 民警也找到了作案凶器 凶器已经被他们埋在院子里了 张某说呀 当时不秋收了吗 因为自己腿啊受过伤 就想雇个工人到家里干活 九月中旬 他呢就从牡丹江劳务市场 雇来了白云起 让他跟自己的大舅哥父母 一起在家里干活 可干了没几天 白云起就跑来跟他抱怨了 说你这大舅子什么活也不干 他偷懒 可哪知道白云起前脚刚走 张某就把这话告诉自己的大舅子父母了 人家是亲戚啊 对吧 九月二十七号是中秋节 张某呢带着妻子孩子外出探亲去了 家里就剩下白云起和父母 父母对于白云起说坏话这事儿 那是耿耿于怀 怀恨在心 所以俩人喝的也醉乎乎的 在醉酒之后把这白云起就打了一顿 第二天呢张某回来了 知道这事儿了 就找白云起呢 一块喝酒 缓和一下关系呗 白云起这时候就说啊 不行 我得走 我不在你们家接着干活了 于是跟张某要钱 张某呢 当时也喝了不少酒 也有点生气了 你一言我一语的 可就吵起来了 就在吵架的时候 大舅子父母也赶过来了 俩人一块把白云起打倒在地 张某啊 抄起来那压力钳子 就击打白云起的头部 这一下活活的就把白云起给打死了 第二天俩人用棉被 把白云起的尸体包裹好了 开着自己家里拖拉机来到江边抛尸 张某没有把这事儿告诉妻子 告诉家人 他把屋里的血迹处理干净了 就让妻子啊 把那把压力钳就埋在了院子里 虽然说杀人 张某的妻子没有参与 但是民警走访的时候 张某的妻子隐瞒了一部分事实 他见过白云起啊 但他跟警方说他没见过 最终司法机关呢 分别以故意杀人罪 以及帮助毁灭证据罪 对这三个人也提起了公诉 这案子说完了 其实不复杂呀 就是一时的言语冲突 最终竟然演变成了一场命案 而这张某和父某 也为自己的酒后冲动 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所以还是那句话 成年人啊 最重要的是什么 是要情绪稳定啊 要把控好自己的情绪 要用一种理性的思维啊 去对待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情 行了 咱们这个案子就说到这 更多内容下期节目